我想修憲不容易啦 因為涉及到這個 固有疆域 這麼多次過去 從李登輝開始 我們也有徵修條文 你要把這個 整個要來 固有疆域 這個部分要做一個改變 我覺得是很困難的事情 他要進入立法院 要經過這個 幾多數我也記不得 難度非常高 所以我不認為他會這樣做了 競選這段期間 他也講了很多次中華民國台灣 他把台獨 這個就很少講了 所以我曉得 他將來 520以後他會面對的 內外局勢都非常的困難 那麼立法院剛剛選完嘛 韓國瑜 現在也當了院長 政府院長都是國民黨籍 所以台灣是少數嘛 是 所以我認為在兩岸關係 他一定是戒身恐懼 我不認為他會修憲 那要看美國了 看美國 要看美國了 因為今年事情很多 因為中美在舊金山 他們已經達到了 管控分歧的這樣一個共識 那最近高層來往非常平板 蘇利文才跟王爺也見過面 所以他們一定會小心翼翼的 來共管這個台海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賴興哲不管他心裡想什麼 他的手上的籌碼很少 在我看起來他甚至於會比 這個蔡英文這八年的執政 這困難還要來得多 還要來得多 那現在內外 這個情勢整個都這樣 坦白講是對台灣都相當的 對賴了 對他的執政都相當的不利了 我想他應該把內部 台灣內部先搞好了 那麼外在這個情況之下 過去你想想看嘛 這個兩岸也沒有交往 有讀不回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要短期內 他要接受九二共識 對他講也很困難 兩岸就沒有對話嘛 那沒有對話的話 那只有一切 就寄託在美國了 我想對賴來講 他的這個活動餘地很小 很小 所以我也希望 當然他希望他做最大的改變 那最大的改變 那就是接受九二共識 我覺得接受九二共識 比那表面上你要廢除 台獨黨綱還要來得重要 因為你要接受九二共識 你兩岸就可以對話嘛 那我今天我還在媒體上面 我寫了一篇 我說這個 你從這次這個M503這個事件裡面 你就會看得出來 你將來如果沒有對話 類似這種事情沉住不窮 現在才剛開始啊 對不對 現在還有ECFA 很多方面都沒有動了 所以在五二零之前 對岸會不會 會再這個 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反正對賴金德來講 我看今年不是很好過 我想今年過年 他要好好好好思考一下 怎麼樣來處理 他雖然當總統 現在當選的總統 可是這個任重道遠 我大概從三個層面來看 就是接下來 這整體兩岸之間的關係 第一個 就是更加複雜的台灣的內部政局 第二個是一加動盪的兩岸關係 第三個是呢 其實會加強對抗的中美關係 大概兩岸都是在這三個層面 那以前呢 是也許兩岸關係是主導 或者是說台灣的政局 是單純的藍綠的交替 那中美關係呢 只不過是在關鍵的時候 他浮現可能會變成一個共管 或者是說避免走向衝突 但現在這三個都變成一個 自己有他內部的錯綜複雜的就是情況 然後他會產生交互的影響 我們現在內部啦 內部賴清德這個年是不好過 因為他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他是雙少數政權 那四十趴當選 然後呢國會是少數 院長 副院長都不是民進黨 本來就不應該民進黨 那有人說民眾黨保重韓國瑜 那當然不對啦 你民進黨如果多的話 就是保重你了嘛 對不對 民眾黨基本上是在他自己 維持他第三黨的立場 他不去在這個人事上面 不去靠向哪一個黨 所以就國民黨多呢 他就當院長副院長 所以賴清德面臨到這個 接下來這四年 尤其這前面這兩年 那立法院不會讓他好過 他現在要來做這個質詢 就是說國政報告 那第二個是美國在管控 你看我在想他當選之後的那個第二天 美國高官來大概這個話就跟他講得很清楚很重 各位我是跟他們打過交道的 我想打過交道不是那種 不是說這種外交上的 而是他們真的那個決策者跟你講話 那就是告訴你要怎麼做的 那不是很客氣的 晚上會讓你失眠的 那如果真的是國際政治裡面的那種 就是權力那種大小 你跟他完全沒辦法去對抗 表面上公開的場合都是客客氣息 但他會清楚告訴你 我希望你這麼做 我要你這麼做 我想陳水扁的事不已沒有 在二兩千年的時候就是這樣出來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不是那麼樂觀 阿賴靖德就一定會被管控 他也受到這整個少數的影響 所以他也沒辦法有什麼太大的這個能量 去動彈 可是你要知道 因為他這個個性衝 他個性很衝 而且他理念很堅定 雖然選選舉的時候講的話 不要把他完全當真 他講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 也不要把完全當真 那選舉的時候語言 選舉的時候的語言 可是這個人就 就是說跟陳水扁跟蔡英文不一樣 他真的是比較理念型的人物 他個性很衝 那加上這個限制 可是他也看到各位 民進黨加上民眾黨 會是多少選票 那是百分之六十七 六十六 四十加二十六 至少賴靖德或民眾黨這邊 他會把民眾黨加上 民進黨的票解讀為 對於兩岸關係 不希望跟中國大陸 有進一步的改善 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這是民進黨的解讀 民進黨一定是這樣解讀 他覺得民眾黨 基本上不喜歡藍不喜歡綠 但是也不喜歡跟中國大陸 這個說這個進一步交往 但是也擔心台獨 年輕人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被我們的一四五零 被我們的課綱 然後所培養出來 而且現在的中美關係的 這種競爭 年輕人也比較傾向 站在美國這一邊 所以他會覺得說 在這個時候 如果去挑起兩岸之間的這種 差異或對立 他會比較站在勢頭上 在內部的政治跟輿論 那尤其是當然他們 今年我是不覺得他會這麼做 因為今年美國要總統大選 對 到明年的話呢 總統選完 那就要看誰當選 但不管誰當選 台灣大概都會更加的 變成一個棋子 棋子化 那由賴清德要面臨到 縣市黨的選舉 那就是為什麼 陳水扁在2002年的時候 就講出來了一邊一國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邏輯 其實蠻清楚的 尤其現在跟陳水扁 那個時候相比賴清德的解讀 跟認知 傾向於台灣意識 或台獨意識的 其實是更多的 那然後呢 連那個東京大學的 松田康伯都說 國民黨其實是在逐漸的衰退 因為整個就是說選票在衰減 這個解讀正不正確 是見能見智 我是當然不那麼認為 但是這些說法的反映 我講這些說法是反映出 民進黨 甚至日本這方面的這個學者 是這樣子解讀 那我看到很多國際媒體 也是這麼認為 台灣的選舉 儘管是三黨 但是越來越跟兩岸關係 就是說保持距離 跟中國大陸保持距離 那所以呢 也就是賴雖然有這種 政治結構上的限制 有美國的管控 但是呢 他會認為 他代表的就是台灣 民主也好 或者是 這種台灣意識也好 的這種代表人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如果叫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高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 有何外的折扣喔 都會來自私 即使敏感 有何外的折扣 是很新鮮 很新鮮 真的 過